兩位市長有準備好一起參加什麼項目 我們剛其實有在討論 侯市長其實很多運動項目都很厲害 不管是桌球還有網球 他過去都是高手 那我自己當然 籃球啦 游泳這些 以前念書的時候都有參與 所以這一次市長運動項目 年滿30歲就可以報名參加 我其實 剛剛桌球之前 因為跟江洪姐有拍過一個短片 然後他也有知道一些技術 所以有在思考 接下來幾個項目 過去我比較念書的時候 沒有參與的可以報名 那侯市長他知道 跟市府同樣有報名壘球 有 我大概報名的就是慢速壘球 以及未來我們府會組成三對三籃球賽 歡迎市長來挑戰 可以可以 這個球類運動很好吧 所以從小很喜歡 也希望大家多多參加球類運動 請問市長 目前有明標顯示 台北市民有七成五 不知道市莊運這個活動 那市長怎麼看 是要怎麼加錢 明年二零二五 雙北市莊運有 確實我們一直很激情努力 在宣傳行銷 所以很謝謝胡市長 在過去幾次我們台北市 共同舉辦 企業參與記者會 吉祥物的宣布記者會 侯市長都親自參與 我們今天也共同參與委員會的討論 所以就是希望透過各種管道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 趕快報名二零二五 明年的世界壯年運動會 只要年滿三十歲就可以報名參加 三十五個項目 剛剛談到的球類運動 有田徑有游泳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大型國際賽事 也結合觀光文化 同時也是城市跟國家 整體宣傳行銷 非常重要的一項活動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會透過 不管是住外使館 透過社群媒體 以及我們也在接下來下半年 會實際到各地去涉湯宣傳 以及拜會 我們已經到了日本 新加坡 韓國 馬來西亞等國家 接下來會到美國 加拿大等等 真的 我們會持續加強宣傳 目前已經有一萬八千名選手 報名 我們希望接下來會持續 越來越多 讓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共襄盛舉 雙北 沒關係 雙北的宣傳力道 是不斷的在強化 尤其我們最近 除了我們萬安 跟我們江國手拍桌球 我們也跟湯志金 拍一個非常有氣的短片 更重要的是我們把我們的行銷的管路 管道 還推廣到國際航空 也推廣到國際 所有有人上來 或看得到 當然我們的社群網站 很多媒體的行銷 我們還是不斷的強化 我們還是不斷的強化 尤其到明年的 今年到明年的這個時間裡面 會更加強力道的宣傳 因為這個時候 國際的這些要插你的 狀人運動會的好朋友們 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才會 交互來報名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萬八千名 那未來還會更來越來越多 我們一定期待 有四萬人來參加 想另外一個問 星光仁壽承包這個 南港轉月站的POP案 那議員就有爆料說 這個禮拜三 公立處密會了新壽 然後他們好像被喬修約 市長有掌握他們 會面的時候是標的什麼 第一 這不是密會 雙方是依據合約 正式的會議 也就是爭議處理程序 來召開 有錄音 也有完整的會議記錄 第二 新壽提出要來展翼公旗 市府我們就是要求 一約一法規定 來積極辦理 所以我們絕對是 捍衛市府及市民的權益 是我們一貫立場 市長 但是 就是我們現在 他也有給他延期 但早上沒有任何的懲處 這樣是不是有放學意義 一切依照一合約 的規定來辦理 所以我們從去年十月 他就提出 當時沒有共識 就定下 接下來進入協調會 昨天就是依照合約 以及相關規定 正式的會議 錄音有會議記錄 完全是公開透明 所以我們就是依照相關規定 一定是 堅定站在市府立場 依照合約來進行 市長還有一個 就是關於 內部寵物店 就是有老闆 因為與二樓鄰居有糾紛 你看 餐廳這種 油煙味比較重 但我們至少會認為 需要去做修法的部分 發生這樣的憾事 我們當然非常難過 寵物店其實是一個愛的事業 但有時候因為氣味或者是聲音 造成周邊住戶受到影響 所以在108以前是不允許在住宅區設置 在108修法以後就放寬 也同意設在住宅區 但必須要得到左右兩戶 及政商方出戶的同意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避免未來再設置 長期跟左林右設有衝突 那當然我想接下來 我會請相關局處 來研究相關的規定 是否有更妥適的做法 我想要問一下兩位市長 你們看陸委會發佈了這個 庫中旅遊的成色警戒 會覺得讓兩岸的關係 變得比較緊張嗎 我認為要真正保護國人 應該要溝通跟交流 而不是加劇衝突 市長我想問一下說話 兩岸不單要溝通交流 對話總比對抗好吧 那這也是一個 避戰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兩岸在平等之內友善底下 雙方妹好好交流 那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這個賴清德 他對於大陸的懲戒台獨宣言說 統數黨以外 甚至中華民國派都是台獨 那請問市長你們是台獨嗎 怎麼看賴清德的言論 中華民國怎麼會是台獨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我一生守護中華民國的國家 也守護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兩位市長請問一下 就是最近就有關於 未來新北市長接任 那現在好像還是副市長 李四川的那個聲量最高 我想問一下兩位市長 接不接受或者放不放人 對 不要小看萬安警報的威力 那侯市長接不接受那個 李四川副市長 謝謝大家 很關心心拍攝 大家不要緊張啦 李選議員又很討厭 每個人現在都有過就各的工作 大家團結一起讓雙北更安容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誰的歌你知道嗎 中間院長 萬安好歌喉 萬安好歌喉 我沒有像萬安的歌喉那麼好 不過我會擁抱雙北的合作 這樣做個運動會 把那個更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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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GEL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飲法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